蝦仁 加一點少許的鹽 抓勻作為底味 然後加一點泰白粉 表面有一層膜能夠飽水 吃起來比較滑嫩 最後我們加一點點的油 防止它待會炒的時候沾黏 我們要熱鍋下油 先把蝦仁下去炒熟 目的是待會炒的時候 蝦仁才不會再出水 煎過蝦子的油 有蝦子的香味 我們再用它來炒飯 這樣飯就會有更香的下味了 蛋一面下去 一面把它打散 打到半凝固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把飯倒下去 這樣蛋才能夠部分裹住你的飯 飯炒起來才會金黃漂亮 現煮的飯 因為它有大量的水氣 所以我們先把它攤開來 讓它水氣跑掉 炒起來會更乾爽 飯炒至鬆散之後 跟蛋充分的結合 我們加入蝦仁 蔥花 少許鹽調味 一些白胡椒 接下來就把它炒至乾爽 這樣即可 有很多黑胡椒 也可以不會太多 香氣 兩千塊 如果這個是 我們可以